每一年的母亲节 因为我们是艺人 母亲节又要去演出了 为全天下的妈妈 庆祝母亲节 但是我们只能打电话 妈妈在家里 虽然是有家人 吃一顿饭什么的 但是我总是缺席 然后我妈妈很希望我回去 我说真的不行 然后最后一年 她在离开之前的一年 也是这样子 我想这辈子最痛的 我的童年我觉得 好像很小就离开父母亲 八九岁嘛 就离开了 所以我是每一年 一年回家一次 然后在家里待一个月 所以跟父母亲的时间 好像也不是很长 但是我回家 我妈妈就每一天 到了半夜 我睡觉了 然后就叫醒我 然后就给我吃燕窝 一个月每一天晚上都是这样子 那我们小时候在想怎么会 这个半夜三更还要吵醒我 然后再喝燕窝 我妈妈说 因为当你睡觉 睡得很沉的时候 然后叫醒的时候 给你吃燕窝之后呢 那个燕窝才会有效 在你的血月里面循环 每一年的回家一个月 我觉得是我最幸福的 就是我们以前那个时代 就是跟爸爸妈妈都是比较严肤慈母 我爸爸是 外表看起来很严肃 因为我小时候 我们有兄弟姐妹很多嘛 我哥哥啊 他们都常常被我爸打鞭条 但是我在我印象中 我从来没有惹过爸爸生气 下午午饭之后 睡一个小时 然后他就坐在那个沙发 睡觉的时候 我们都不敢接近 然后远远地看他在那边睡觉 他一睁眼 我们就会很赶快跑掉 这样子 12到14岁的 我很喜欢音乐 我很喜欢唱歌 尤其我们家是潮州人 潮州人是觉得男孩子 应该就是不能去唱歌啊 做音乐啊 艺术方面的 我家对面有一个也是同学 跟我差不多年龄 然后他妈妈每一天 就带着他去学小提琴 所以我就去买了一个小提琴 然后就跟着他们去学 后来被我爸爸发现 他坚决不能让我去学 你学小提琴就要这样子嘛 要提琴要这样抓 那以后你长大了 就会变成这样子 不过我很感动的就是说 在我生日的时候 他就买了一个亚马哈的电子琴 在当年那个不得了了 所以那是我最难忘的生日礼物 也是我这一辈子 我觉得我爸爸对我的爱 从来没有说出口 家里的小孩子 只有我拥有过这么珍贵的 这个生日礼物 我要学音乐 需要学费啊 需要什么的啊 所以他才是有支持我 我出道的时候 他们根本不知道 因为我是出了专辑 我第一张专辑 《故乡的云》 我一时满怀疲惫 远离是专出的美 那不像地方 和不像地狱 唯一我默去传探 然后家里人不知道 但是他们看到那个卡带 在外面卖报纸登广告 才知道我已经签约了 父母给我到国外去念书 念大学 那怎么突然跑去唱歌 我父亲刚开始非常非常的反对了 一直到古月照京城 因为这首歌 我的二伯父非常非常喜欢 我二伯父是我们家里的这种 就是老大 我爸爸都要尊重他 老大都说很棒 那我爸爸就觉得 这个事情就不错 这样子 我妈妈觉得 你觉得你要做的事情 追求你的梦想 然后因为我又得金钟奖 金鼎奖 金赏奖 也看过刘文正大哥颁奖 所以从他手上 接到这个金钟奖 所以他们就觉得 你真的是 那个唱歌 原来是可以这样子 他只有一次 唯一一次 看过我的演出 在香港鸿刊 那时候他已经中风了 所以我妈妈推了轮野 那是第一次 也是唯一一次这样 他六十岁中风 然后这八年是我妈妈 全心全意照顾他 完全没有自己的生活 全心全意二十小时要照顾他 这样子 所以我妈妈真的很伟大 然后 所以我很心疼我妈妈 我就觉得 妈妈真的很辛苦 这辈子我觉得 这件事情去帮他实现了他的梦想 就是说住在上海 因为在他们那个年代 就说住在上海是不得了的 我带他去上海玩 然后后来我们去看一个房子 我妈妈非常喜欢 有当下说一定想买这个房子 我也买给他 所以每一年到了夏天 他都会到上海住半年 我也在上海陪着他 然后带他去吃去玩 所以那段时间我觉得 我跟他也很开心这样子 所以那个房子里面的家具 都是他选的 他要的 所以我一切都听他的 所以到现在 他走了之后 那个房间 那所有东西都还是一模一样摆在那里 我比较心疼的还有就是我妈妈那时候 爸爸走的时候 因为我常飞来飞去 每一年的母亲节 因为我们是艺人嘛 母亲节又要去演出了 为全天下的妈妈 庆祝母亲节 但是我们只能打电话 虽然是有家人吃顿饭什么的 但是我总是缺席嘛 然后最后一年 他在离开之前的一年 也是这样子 然后我妈妈很希望我回去 我说真的不行 因为我的工作已经安排好了 所以我只能打电话 但是妈妈没有抱怨 妈妈没有怪我 也没有讲什么 我现在想起来 我就觉得特别欠他 这最后一次母亲节 第二年的母亲节过后 就突然间这样走了 在睡梦中走了 没有任何的预警 我从我北京家 我都不知道怎么去机场 怎么坐飞机 怎么到香港 然后第二天去看他遗体的时候 我觉得为什么不等我回来 没有任何交代 也没有给其他的家里的兄弟姐妹 带来太多的麻烦 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做人的态度 我觉得其实也蛮好的 因为我觉得 他觉得我们应该都已经都长大了 所以他走得很安详的 就离开了这样子 我只是心疼 就是说 为什么不等我 等我一下 在身边看着他 离开也好这样子 我觉得这是最大最大的遗憾 我想 这辈子我最痛的 我看我这辈子最伤心 最痛 再可能不会有了 这种伤心 我觉得很愧疚 因为没有孝顺到 然后我只是追求我的梦想 我的工作 我的理想 然后每一次说 没关系啦 还有时间啦 没有关系啦 我下个月就回家 然后回家大概两三天 我又离开了 他觉得我唯一 如果能够这个能够满足他的话 十全十美了 在他心目中 就是我没有结婚 对他来说是一种遗憾这样子 不要再一直说 有时间了 下次吧 这样子 不要 就是当下你想做什么 妈妈想吃什么 爸爸想去哪里 他跟你在一块 我觉得就是他们最大的开心了 不要吝嗣说我爱你 多抱抱他们 我觉得那个接触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会觉得很肉麻 但是当你需要表达的时候 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 所以不要吝嗣 就是行动上你的一个拥抱 一句我爱你 其实没那么难 爸爸妈妈 我现在过得很好 然后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妈妈给我照顾我的身体 我有个很好的身体 爸爸给我独立 给我创造一个受教育的环境 让我能够得到更多 而不是给我财富 感谢妈妈 感谢爸爸 希望你们在天堂 都很幸福 哈喽大家好 我是歌手文章 第三届旺旺孝孝青奖 已经来了 希望大家透过你们的词曲 以及事项 来表达你们对父母亲的爱 等着你哦 外面的世界 纷纷扰扰 请不要担心 你是乖老辈 最爱最爱的宝贝 有一种关心 默默的诧异 全心守护你 不太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